旧的物品当中总会藏着一些记忆和情怀 当捧着智能手机遨游地球村的时候 各位你是否能想起你的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样吗 在云南昆明38岁的陶立志堪称是手机达人 17年的时间里他花费了200多万元 收藏了上万台不同时期 不同品牌和不同型号的手机 不同年龄层的人在这块都可以找到使用过的手机 陶立志表示说未来他想举办手机展 让大家了解手机的发展史 并且赌物意识 看着这些手机有人会感慨时光意识 但也有人会感慨自己还是太年轻了